想要在WWE发展 身材是很重要的 因为WWE的老板老麦是个身材控 男人和女人不出众的身材 就很难被他看上 所以能够成为WWE旗下的选手 那身材肯定是没话说的 今天我们来盘点WWE里身材超棒的五位美女 1.阿莱克萨布里斯 小魔女崛起的速度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在一年之内 她就获得了Smackdown和Raw的女单冠军 也是自该品牌成为独立后 第一个在两个节目中 同时拿下女子冠军的选手 小魔女的擂台表现力很好 把反派演得很到位 她的口才超越大多数女选手 这个看起来坏坏的女孩 她给人的感觉就像小丑女 哈利 奎恩 她的个头还比其他人小一号 但她的身材却很火辣 傲人身材加上自身实力 谁能不爱这位美女呢 2.伊娃 玛丽 事实上早在伊娃加入 WW以前 她就已经是有名的演员及模特了 也许她在摔角上完全没有天赋 但是 WWE对她的身材还是很认可的 伊娃的首秀并不顺利 但她还是出现在很多 WWE的宣传视频和海报里 可见 WWE是多么的喜欢她的这副魔鬼身材了 3.玛丽 这是一位性感女神 她曾经上过 《花花公子》杂志的封面 从WWE毕业后开创了属于她自己的服饰品牌 2016玛丽丝重返 WWE和她的丈夫米兹在擂台上也是绝配 如今 玛丽丝34岁了 但却一点都不比90后的小鲜肉差 4.卡梅拉 在去WWE之前 她曾经是NBA胡人队以及NFL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拉拉队的队长 卡梅拉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女孩 她喜欢穿紧身的运动服 直接把纤细的身段显露无遗 不过穿上高跟鞋和礼服 卡梅拉依旧是那么的美丽动人 5.夏洛特弗莱尔 夏洛特拥有目前现役女摔脚手中最好的身材 1米8的身高占了很大的优势 还有那一双可玩年的大长腿 直接满分 夏洛特的身材简直就是火辣到了极点 这才是冠军该有的身材 或许在她进WWE之前 WWE早就为她准备好了夺冠的剧本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有你心目中的女神吗 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